各位好,歡迎收聽收睇建民書房, 我最近在我的建民講堂patreon講一個課程, 就是領袖學與抗疫力, 到最後一部分我介紹一些有關正念, 即是mindfulness怎樣去幫助人面對逆境, 那裏講到一本書我覺得對於很多面對著挫敗, 特別是對於可能面對著身體有病的朋友來講, 都應該是一本很有意義的書, 所以我就決定在這裏介紹給大家, 這本書叫做修煉當下力量,practicing the power of now, 這本書的作者托勒之前已經寫過本書叫做當下的力量, 很多人覺得很周將,再寫這本修煉當下的力量, 令更多人明白他所講的正念mindfulness, 或所謂覺察或覺知的意義是變得到的, 其實我在其他場合都講過, 我在獄中時要安頓自己, 其實我早上都會做一段時間的禪修打坐, 其實都是想訓練自己的一種mindfulness, 就是要專注於當下, 這種覺知能力其實已經在很多領域裏面, 大家現在都看重, 覺得是很重要的一種訓練, 當時我入獄前其實有一段日子, 我已經上過台灣發古山的一個短期禪修課程, 教我們怎樣做禪修, 基本上的步驟都是, 在之前是要放鬆自己的身體, 你要掃描哪些地方是很緊的, 就將它放鬆, 接著就找個地方坐下來, 就要坐得直直, 就不要這樣弄, 要不然很容易你睡著, 甚至如果那個地方很暗的話, 你不要閉眼, 可能留一點點一條線, 是給些光進來的, 但如果這些地方很光的話, 你閉眼也好, 你都可以保持清醒, 即它不是要你睡覺的, 它還要你保持清醒去進行禪修, 禪修的時候, 就希望你怎樣做呢, 就希望你在那段時間裏面不要想太多東西, 不要再用你的腦袋, 是進了一種沒有思想的狀態, 但不代表你是要睡著了, 你還是在一種很安靜的狀態裏面, 你要做這件事不是那麼容易, 有很多人都經歷過做禪修, 知道原來想自己的腦不想事, 不要用腦袋幾分鐘都是很困難, 有很多雜念會走入裡面去干擾你, 所以無思想, 原來其實對於我們每日那麼繁忙的人, 處理那麼多事情的人, 或者因為我們有很多憂慮, 可能是因為過往一些事情發生了, 或者對未來事情的憂慮也好, 都會令到我們的腦袋要放空一下, 原來是那麼困難的, 在這個時候裡面我們要學一下 如何處理這些走入的疑念, 有時候沒事就叫走開, 你讓我安靜一下,我想靜一靜, 跟這些繁擾你的思想去講數, 但許多還要干擾你的話, 你有時要做的事就要觀察它, 看看究竟甚麼思緒是要這樣不斷干擾你, 連你給五分鐘十分鐘安靜時間都不給你, 這些一定是很繁擾你的事情, 可能有些很濕碎的事, 但它困擾著你, 或者是很重大的事情, 可能內疚感恐懼等等, 你觀察一下它, 便知道原來你被這些困擾著, 你再跟它說, 可否給我十分鐘暫時不要處理這個意念, 或者這件煩惱的事情, 過了後我再處理你, 當你有能力嘗試越來越能夠把它撥開的話, 這些情緒困擾著你的意念, 就變成了不是變得那麼龐大, 它已經可以在你控制裡面, 它的size會縮小, 即是說它會干擾你的情緒程度已經會降低, 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裡面, 讓我們慢慢慢慢可以進入到 真真正正安靜的時間裡面, 其實會產生力量去給我們面對我們人生的逆境, 這本書不會講很多技巧, 它也會總結一下, 在它禪修過程裡面一些很重要的要點提醒我們, 我試下總結一下這本書的要點, 特別在我一邊看的時候, 我想起一些病中的朋友, 特別有些朋友是患癌症的朋友,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這本書是很有幫助的, 希望你們嘗試看下, 第一個要點當然就是要專注於當下, 不要被過去和未來所困, 它說我們要學習剛剛講的這種禪修打坐, 其實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撥開我們腦袋的思維, 那種思瑞撥開它, 但不代表無思想就是無意識, 我們仍然是有意識的, 那人不是沉睡了下去的, 我們還要學甚麼呢, 要將駐力集中於當下, 我們的心智這個籠袋, 不斷想一個思綏一個思綏一個思綏, 我們在中間裡面要找一個納隙, 暫時不要被用我們這種智力, 或者慣性的思綏所困擾住, 我們嘗試轉著於當下, 這個當下就是這些納隙中間, 沒有被這些過去的事, 或者未來的事困擾, 我們是專注於這個當下, 你專注在現在此時此刻, 你的行為,你的反應,你的心情, 你的情緒,你的思想,你的恐懼, 還有你的慾望, 這些都是你很內在的自我過去, 這些東西還在過往的時間帶來這一分鐘, 還在困擾著你, 你現在好好觀察你自己這一切的東西, 你的行為,你的思綏,你的情緒, 你的恐懼等等, 他說只要你能夠觀察你的情緒的話, 你允許它存在, 可能你要在處看你發生甚麼事, 但你不要讓它控制你, 這個時候它已經不是你的情緒了, 你便變成了一個觀察者, 即是你能夠這樣抽出來, 好像靈魂出營, 去到有一個距離去觀察自己的時候, 這個情緒已經不等於你, 為何是你所觀察的對象, 你能夠抽一抽後去看, 其實已經很重要, 他便要我們學習如何去試試, 很專注於當下觀察自己, 不要這樣讓情緒思想, 好像石頭在山上滾下來, 帶著它滾滾滾下去, 第二要接納當下, 我們所謂去到觀察我們自己的時候, 意味甚麼呢, 我們現在看我們那種痛苦, 我們當下可能被很多情緒困擾, 這種痛苦, 都是本然的一部分, 所謂本然的部分是很抽象的說法, 差不多你如果慢慢觀察之後, 你會理解到為何, 你是無可奈何也好, 無可避免一定要去到現在這種痛苦狀態, 你慢慢觀察之後, 你會看到背後的道理, 為何你是無可避免, 你現在就是這麼痛苦的情況, 你去接納它, 可能是你基於你自己的性格, 至於你某些的遭遇, 基於其他人某些作為, 你是無可避免現在跌落這種痛苦狀態, 他說人在一個很high的成功周期那時, 你時時都會水到渠成, 欣欣向榮, 但當事物開始凋零, 或者瓦解的時候, 就會進入一種失敗的周期, 你必須要放下, 以便騰出空間, 是給新的事物可以出現, 或者可以令到你現在產生轉化的可能性, 人總是無可避免在不同的周期裏面, 我們現在在一個失敗的周期, 無論是身體那種挫敗, 事業那種挫敗那時, 你要放下放下, 你要接納它, 你不要只想著你自己欣欣向榮的時候, 為何現在要搞成這樣, 你要慢慢接納它, 這都是自然一部份, 人是無可避免可能會犯錯誤, 可能會有挫敗, 可能身體會有潰敗的時候, 你接納它, 所以有些禪師叫我們常常多些接觸大自然, 至少大自然是很安靜的地方, 你觀察大自然都有周期, 一塊樹葉在樹枝跌下來地下, 這個過程都可以千枝百態, 有很多姿勢, 有些被風吹向這邊, 再擺到這邊慢慢跌下來, 顏色可能由它很翠綠, 慢慢變成紅色, 變成黃色, 跟泥土顏色很接近後, 變成泥土一部份, 但它回歸自然後, 潤蜜細無聲, 它其實在這個自然裡 重新再成長起來, 潤蜜細無聲互積互入, 天上的雲變成雨落在地下, 可能一曬光後, 晶氣上天上, 一個循環過程, 只要在不同階段有不同形態, 我們人有時候是欣欣向榮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是我們一定要面對我們身體, 都會進入中年等等, 都會有衰敗的時候, 當你多些知道太前, 你就要接納去, 這個差不多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周期, 其實有時候在衰敗周期, 人對於靈性領悟在這個時候特別敏感,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是需要的, 需要在這種低潮裡面, 它說你必須在某層面上受到重創, 或是經歷一些重大損失或痛苦, 無論是心靈、肉體, 在這個時候你才更願意親近一些靈性事物, 所以都不要不看重人生有跌下來的時候, 原來那些時候是讓你擺脫於你平時那種很輕盛的一種狀態, 這時候反而你有靈性的一面會走出來, 你靈性敏感的去尋找一些心靈的安靜, 甚至有時疾病都是一種自我防衛的機制, 可能你情緒有些東西已經是頂不住, 身體就會突然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由心靈引致到身體出現問題, 其實它可能叫你停下來, 斷了一些東西, 暫時是擺自己一個很安靜的環境, 像一個盒子在裡面, 等你去到好療癒身體的疾病, 其實同一時間是重整你自己人生, 其實這都是一個防禦的機制, 身體有病這個警號其實可能是要你停下來, 要斷了以往某些思緒或生活方式都不定, 所以我們都可以正面點看我們身體的疾病, 但有些時候不是那麼容易接納, 我這幾天都跟一個朋友通訊, 他患癌病這個朋友, 反而很多年老朋友來, 在他患病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我們多了很多溝通, 他提到其實一個人知道自己有癌症時, 不是那麼容易立刻接納, 很多時候很多病是經過五個階段, 第一可能第一件事是否認, 搞錯醫生等等, 最後開始憤怒,為何會是我, 為何不是另一個人, 那些壞人都無事,為何以為我有事, 我好人好者, 平時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然後開始慢慢跌入一個憂鬱的狀態, 到下階段才開始願意妥協, 可能自己真的無可避免的一些事, 最後去接納,開始進入醫療的過程, 他說原來一個重症的病人, 不是一定癌症的可能是避免的, 都可能要經過一個這樣的階段, 有些人以為自己很快即刻折納了, 沒錯,人生都無可避免, 即生老病死的事,生死有命這些事, 折納了去,他以為折納了, 其實腦袋裡面不斷不斷收很多訊息, 說有很多人很多奇蹟, 一下突然間腫瘤就會消失, 聽很多很多故事之後, 他覺得可能我都會這樣, 下個星期再去驗身, 甚麼都沒有了, 其實原來回到另一個階段, 他還未接納, 所以你想想不是這麼容易的過程, 去到接納自己, 可能去面對一些走不掉, 或者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禪修或是一種覺察, 是要慢慢學習, 去接納我們自己這種痛苦狀態, 都是一種本言的狀態, 有時是無可避免的, 去接納它, 下個階段他講就是開誤, 怎樣才算開誤, 人怎樣才叫enlighten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你能夠明白到, 我們只能夠是活在當下, 你的過去你都改變不到, 你的未來我們不知發生甚麼事, 你都沒有辦法去掌握, 你只能夠好好的活在當下, 這個活在當下第一, 第一就是因為當下你唯一可以很多的感受和掌握的時刻, 第二就是你只能夠通過當下去處理你過往發生的事情, 和未來所產生的恐懼, 這個是唯一道門, 你可以掌握進入去處理你的過去和對未來的恐懼, 如果你能夠這樣掌握當下的話, 其實怎樣呢, 你能夠是出現了一種狀況, 你是超越了你慣常那種心智, 你用老袋那種思維,你的情緒, 無論是老袋或情緒帶動你都好, 你可以突然去超越了它, 他說你進入了一種甚麼呢, 是無時間性, 而且是無形無相的一種本體的範疇, 所謂本體有個字叫being, 這種本體是怎樣, 因為你去嘗試擺脫被過往控制住你, 或者是對於未來的恐懼, 你已經超越了時間, 當你去觀察你自己的時候, 你那種抽離那個自我, 突然間不被你的腦袋或情緒去控制這個自我, 這個being, 其實這個being你能夠跟它結合在一起, 它已經是超越了你的肉體, 超越了時間的being, 所以他說, 如果能夠跟你與源頭結連的狀態, 就是一種開悟, 這個源頭是甚麼呢, 他說這種能夠抽離出來時間, 和你肉體的這個我, 他在看著你的情緒, 看著你的思維這個我, 其實這是很超越的我, 這個就是你的源頭, 你跟它結合, 這個就是開悟, 他說當你接納事物本言的時候, 每一刻都是最好的一刻, 這個就是開悟, 你開始能夠跟你真正的本體, 這個being去結悟, 結連在一起, 好,到最後, 希望我們能夠進入一種平靜安穩的狀態, 我們見到湖, 湖面有時候被風吹的時候, 就會掀起連意, 再大風的時候, 甚至可能有風浪, 但我們要追尋就是湖的最底部份, 最底部份就是一種很安靜, 不受到湖面所影響, 如果我們能夠去到, 即是通過學習這種mindfulness, 這種正念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去到那種湖底的平靜的狀態, 有時候我們要原諒自己, 是不能夠處在平安之中, 當你完全接納自己, 無辦法平安這個事實, 你的不平安, 就會在那一刻轉化成為平安, 你死糾纏難糾纏, 糾纏不上去, 不如接受自己, 我都是一個人, 有血有肉, 我無法平安, 我是痛苦, 接受了它, 任何你全然接納的事物, 都會這樣, 會帶你進入平安, 這就是臣服的奇蹟, 在這本書裡使用那字臣服, 我不知道這字和小王子的故事, 講要純服, 是否一樣的意思, 這個臣服就是你要接納它, 好的也接納, 壞的也接納, 人在興旺時的周期, 欣欣向回的周期你接納它, 衰敗的時候你接納它, 這種你對生命的信服, 好, 如果你無法接納外在狀況時, 就接納內在狀態, 意思是不要抗拒痛苦, 允許它如實存在, 向悲痛絕望恐懼孤獨, 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痛苦臣服, 不要在心理上為它貼標籤, 你真是無用, 真是耐弱罵自己, 不要再貼標籤, 觀察之後接納, 你都是人, 接受自己這種痛苦, 如實地觀察它, 然後擁抱它, 這種神服是一個很重要要學習的功課, 特別對於很多病人來說, 我們要接受了, 有時候不是好人一生平安, 人人都有機會, 我們是一個生物體, 我們總是會有衰敗的事後,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 有一段詩我讀給大家聽, 你自己去領會一下, 在那平安之中, 有著極大的喜悦, 在那喜悦之中, 有著愛, 而在最深處的核心, 是神聖不可測量的, 那無以明知的那個, 那個就是that, 這個平安會引導你, 去接觸到那個這個that, 你慢慢去領一下, 可能對於基督徒來說, 這就是上帝, 對於那些回教徒來說, 可能是你的真神, 所以不一定是佛教徒才去到, 去學習Mindfulness, 去禪修, 最好可以通到那個being, 其實在這本書裡面來說, 那個那個, 令你平安的那個, 可能是你心目中的上帝, 最好我自己有少少提醒, 學習這些正念, 不只是說你打坐這種方式去得到,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得到, 不過最緊要, 都是說那種方式令你可以很安靜, 這種傳言靜默我覺得很重要, 例如我自己來說, 除了打坐之外, 我以前在獄中已經很感受到我通過跑步, 我能做到Mindfulness訓練, 在跑步時我一樣要掃描自己身體, 然後我就是觀察自己的呼吸, 跟打坐一樣, 沒有思想很難的, 他教你入門的方法就是觀察自己的呼吸, 呼和吸這樣,呼和吸, 因為專注力集中在這裏, 就不會讓你那些思緒所困擾著你,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可以試試呼吸, 跑步一樣都是, 我都會觀察自己的呼吸, 如果太快的話, 很容易會撞腸, 怎樣去到放慢一個自然的呼吸, 你觀察後你才可以叫他做到這樣, 我觀察身體食意都很重要, 我去到掃描到腳趾, 哪個腳趾拉得很緊的話, 很容易受傷, 所以又要放鬆它, 你可以用不同方法去做, 有些人是通過慢慢行路, 有些人有蟬食, 吃東西慢慢吃, 我覺得其實可以有不同方法, 有些人甚至洗碗, 煮飯都做到, 不是只一種方法, 但最重要是令你真的全然靜默, 太吵吵, 最吵吵的環境, 令你很容易分心, 其實不是很好, 第二, 正念其實是一種生活態度, 它不是只在一種修煉的時間裏, 你講正念, 應該是整個生活態度, 即是你可能去行山時, 你好好投入當下, 去聽風聲, 聽水聲, 聽蟬聲, 你吃東西好好欣賞食物, 你其實活在當下是一個生活態度, 最吵吵提醒, 其實正念不代表你不去努力去除你的痛苦, 明明病, 你可以看醫生, 你不去看醫生, 你只在正念正念, 這不是應該有的態度, 我們有辦法去到努力去除痛苦之後, 到最後我們都做不到, 我們都是在痛苦之身, 我們接納它, 這種不能夠避免的痛苦, 我們就好好的去接納, 是本然的, 但你有辦法去避免它, 你不要專程去受痛苦, 亦都是一樣, 社會上造成痛苦, 因為社會不公義, 其實不代表我們不去對抗不公義狀況, 我們甚至努力去爭取民主自由, 對抗不公義, 但當我們有時盡了所力都做不到時候, 我們要接納, 人都是有限制, 我們要爭取民主自由, 都要天時地利人和, 暫時可能那些惡人很得逞, 不代表它可以永遠, 所以有時我們要接納一些 無可避免的痛苦、憤怒、孤獨恐懼, 這些情信我們都要接納去, 因為不是我們可以傳言控制外來的環境, 以至於造成我們內心的痛苦, 我們最重要是我們接納去, 不要被這種情緒吞誓, 但不要以為修煉這些事, 不要管世事不是這樣, 我們只是要接納一些無可避免, 本業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包括外在政治, 以至身體病, 甚至可能面對癌症也好, 我們要接納它, 希望它尋找平安, 甚至在痛苦中學習靈性超越, 這是我送給逆境中的朋友, 特別是生病之中的朋友, 多謝各位,下次再見,拜拜。